每一位師父的教徒有相似、不同、或更內心的靈體的經驗 和外國的祝福 這些只是一些實驗 通常我們會保持自己的教訓 在我印心後不久 有一天早上,當我打坐快樂定時 當時雖然肉體逐漸喪失之覺 不過靈魂則保持絕對的清醒 我感覺到有一股暖流在四肢百寒 緩緩游動,我全身發熱躁動 急欲掙脫一切束縛恒生而起 上那間,我的靈體就從智慧眼處呼的一聲衝出去了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超世界時數直升萬里夜空 有一回而停頓不動 然後再急速上升 再一次停頓 第三次繼續上升後就靜止不動了 我悠閒地仰視上空的點點星光 而我的耳畔風聲呼呼,雷聲隆隆 這種聲勢漢人的天籟之音像台山倒海般奔騰洶湧 又是千軍萬馬,吶喊著急捲而過 奇怪的是,我們渺小的靈體 獨自停留在身世壯觀,宇宙浩瀚無垠的萬里高空中 非但沒有絲毫 孤瀚孤瀚害怕的感覺 反而更神清氣爽 閒視自在 心靈無比快樂 這其中,我一直沒有忘記念無佛號 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 親愛的師父 分分秒秒都在我身邊 我全身滿意著師父 似於我的永無止盡的愛 幾天後 我打坐時有妙不可言的體驗 只見宏偉,金光燦爛的煙花不斷湧現 在其無比的光亮中心 我清清楚楚地沾養了如來佛祖的莊嚴寶像 同時我還聽到奇妙的超世界音樂 打坐完 我房間裡響起了熟悉的師父佛戰聲 我當時又驚又喜 立即繼續打坐用智慧眼聆聽 聽了幾分鐘 我偷偷睜開眼睛用凡夫耳朵聽 師父美妙的歌聲依然持續不息 清悅嘹亮醉人 我開眼閉眼 反覆了好幾次 大約過了十多分鐘 師父的聲音才漸漸消失 感謝師父對我額外的加持 過後不久 慈悲的師父再一次讓我上天 飛到我上次在半空中 所看到的那片光亮彩色的佛土 在那些籠罩著光圈 高等 採光耀眼 漂亮之極的房子裡 我看見了我膜拜 想念幾十年 身著白衣白帽 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在過去風雨飄搖的坎坷生涯中 我們全家老少 多層觀世音菩薩 十刻護佑和慈悲救度 才得以挨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 現在 我知道 觀世音菩薩就是我現在 親愛的青海師父 寫到這裡 滿眼的淚水 模糊了我的視線 喜悅感恩的熱淚滾滾而落 難以形容對您無盡的愛意與謝意 我親愛的師父 Vegan side effect Your name can't be kept private in heaven Each of Master's disciples has similar, different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or outer world blessings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 usually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s advice To watch and download more testimoni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 forward slash two dash heaven